这个玩具怎么了? 坏了 怎么弄坏的? 进水坏的还是早上坏了 怎么进水的? 我拿到浴室里进水的 昨天才买的? 今天就弄坏 你说怎么办? 扯死 这个玩具怎么了? 坏了 怎么弄坏的? 在哪里进的水? 浴室 浴室进的水是不是? 对 那我们来看看哪里坏了 麻烦你用快一点 要修一修好不好? 要快一点 昨天才买的 这也太浪费了 把它修好 原来这里进水了 我们把它擦干好不好? 擦干 然后这个零件 掉出来了把它装回去 然后再上回去 好吧 然后 开机 修好了 是不是? 嗯 好了 拿去玩吧 刚才我给你讲 这个玩具坏掉的两种方式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? 第二种 第二种 为什么喜欢第二种呢? 因为比较慈祥 比较慈祥? 嗯 嗯 然后比较慈祥 然后你 会想到怎么样去 就是像是 洗澡的时候 别人要把它带进浴室 那就不会坏了 是不是? 那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方法 对 那下一次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还是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 嗯 那然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? 浴室里面是水 对 玩具是 电 电和水能够 可不可以放在一起? 不可以 会坏掉是不是? 对会坏 对对 然后有的电器如果接触到水 还会漏电 嗯 漏电会电到人 嗯 是不是?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 我刚才变了